离损大仗顺杀将会超越张颖宁 杀神陈启主教练非常适合执教顺杀的 而刘国良也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 那么对于顺杀 他接下来能否超越张颖宁呢 杀神陈启适不适合继续执导顺杀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按钮 感谢大家 咱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 为什么说顺杀 他的发展潜力很接近张颖宁 而且未来有机会超越张颖宁呢 而且对他接下来的比赛 莎莎呢 可以说是受到了刘国良 李顺等人的重磅支持的 那么莎莎到底具不具备这个潜力 首先呢 是顺杀受到李顺主教练的夸张 其中包括本年度的比赛 虽然说呢 在顺杀 他很感谢黄海成的同时 感谢刘国良的同时 也有感谢他在WTT世界杯决赛 夺冠了教练 陈启的同时 那么还有一名非常出色 同时呢 是咱们国平队伍的老工程 李顺教练 顺杀也是要非常感恩 还有呢 去感谢李顺的 毕竟咱们要回顾起过去的比赛 很多国际大赛呢 那么哪一场比赛不是李顺 关键时刻 仗了出来 去临时指导 还有带领着顺杀呢 确实如此 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呢 李顺主教练呢 对顺杀下了很大的功夫 跟力量了 并且呢 李顺当时是有伤病在身的 李顺是带伤出帐 来指导顺杀的 为的就是顺杀能够更加稳定的发挥 帮助咱们国平收获比赛的冠军 然后呢 到了四平赛 再到WTT的比赛 其中呢 李顺主教练 都是在赛前的一个辅导 给到了顺杀 很多的技术上面的指导 战术战略上面的指导 所以说呢 李顺主教练对顺杀 他的一个关心 他的一个期待 都是比较高的 包括了此前 李顺主教练 当他被弹到顺杀 他的发展潜力的时候呢 李顺呢 也是非常坚定的回答到了 凭借顺杀 他的发展潜力呢 那么他有点像张仪宁 因为张仪宁是作为技术流的打法 顺杀呢 现在也是作为技术流的打法 更何况 顺杀 凭借他的大心脏 心态的稳定性 要占据更大的优势 所以说呢 这样一来呢 那么正如李顺所说的 顺杀不仅非常的像张仪宁 而且 凭借他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来看 莎莎很可能未来还能够超越 张仪宁大魔王呢 另外呢 包括了刘国良更是非常夸张 非常力挺了顺杀 其中 尤其是包括了 刘国良呢 他是马上安排了 陈启祖教练 来指导顺杀的 刘国良呢 据了解到他是观察了好几个月 最终才决定了派出陈启来指导顺杀的 并不是说刘国良一直都拖着这件事情没有处理 一直都没有给到顺杀 顾另一名主管教练 而是呢 刘国良经过了三番五次 经过了再三思考之下 最终才决定派出陈启来指导顺杀的 刘国良也是用了很大的心碎的 花了很多心思的 所以说呢 刘国良当他被采访到顺杀的时候呢 刘国良也是非常直接 非常的真诚回答到了 莎莎这孩子太棒了 发挥太出色了 尤其是东京奥运会 当时的顺杀是帮助咱们国兵啊 4比0淘汰了伊藤美森 直接替了日本平方球队伊藤美森的光头了 那莎莎他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刘国良也重点肯定了顺杀 所以呢 咱们一综合对比来看 李笋大力肯定了顺杀 并且莎莎很像张仪宁 未来有机会超越张仪宁 另外呢 刘国良也是非常支持顺杀 说他发挥很出色 安排了陈启继续来指导他 陈启很适合继续指导顺杀 这样一来呢 李笋也好 刘国良也好 都是几例肯定了顺杀 希望顺杀 在刘国良和李笋的共同支撑 还有肯定之下 未来的比赛呢 能够发挥更加的出色 走得更远 我个人也比较看好顺杀 大家是否支持顺杀 未来能够成为下一位张仪宁 还有超越他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来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见 我们下期再见